再來就是這個蚵仔冬瓜 蚵仔冬瓜有的叫毛冬瓜 蚵仔冬瓜長的嘛 為什麼叫毛冬瓜 因為牠的生息真正 毛真正很幸福 其實這個東西有可能 我們在說蚵仔冬瓜有可能就是跟大陸在說的一種櫛瓜 我們台灣在說櫛瓜是什麼東西 我們台灣在說的櫛瓜就是下南瓜 其實這個東西在名詞上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混亂 少知道一下就好了 那這個毛冬瓜還是說蚵仔冬瓜 這個胸皮裡面呢 這個看起來就是沒有 這是一個非常自然的這種栽培的方式 草聖豆苗西 有時候也是還蠻佩服的 因為這種蚵仔在炒很多的情形之下 蚵仔絕對是因為蚵仔是一個快速生長的這種作品 但是你有辦法把草安排之後很好吃 就其實事實上是有一定的一個難度 所以我們有的人說 就要有一點草 其實做實 譬如說你如果是追割草生栽培 這個大概有沒有話說 但是一般我們的一個作品 初期 初期一定要在這十草內 要在這裡適當的這個控制 這有時候是一個必要的 這個秋冬 有時候他有很多這個糖 都立在那個地方 所以我們好朋友傳給這個商品裡面 可能問題比較大的就是這個淺葉荷 就是說這個淺葉營 這個東西二兩糖 這二兩糖 他在蚵仔這隻在吃 所以你的蚵仔表現出來 就非常 就是說你會覺得哪種是 有一點點營養不良 消化不少的燈當 這陷入一點點都沒有 就是說你這個 他本身那個葉子 就已經受到這個淺葉營 這個二兩糖 這二兩糖 這二兩糖比較大 站起來就不差 所以你可能是 房子上 你可能還是要有 要有一半一天 要注意一下 這目前來說呢 是這款的一個 第一就是這個情形 你先做好這方面的這個 這個管理 再來就是說 第二下就是這個 蚵仔有一點點QQ 年老那個葉片呢 感覺上哪種 有一點點缺霉 這種的一個競爭 這個部分 到時看起來 不見得是什麼營養缺乏 當然你表現出來 是營養缺乏 但是呢 我個人都是認為說 它這個含 含 土壤裡面的一個水分 顏色有很多 很大的管理 所以你這個地應該是 其他地 這其他地在做過了呢 就很容易 那個蚵仔 就這樣 沒有聲音開 因為照說這個蚵仔冬瓜 是一個比較硬的一個做物料 就是說 在我們在財布的時候 他算是 這個病害 有了比較少淡薄 比較少 這是相對比較 真的好 譬如說 你不是說那個病比較少 結果我蒸起來 好像也沒有那麼 不是像你說的 這樣 我們請來你說 很多的東西 都是相對的 這個比較 譬如說你和蚵仔冬瓜 和一般的一個冬瓜 比起來 這通常 他的一個抗病性 可能就比較 比較好 就會稍微好一點點 簡單的說 那 並說像這個 農友種苗 農友種苗 酸結的這種蚵仔冬瓜 它是它的 比較圓形 我們一般種的蚵仔冬瓜 稍微長一點點 像農友 他們有一些 酸結偏見采 它是比較圓形的 它也很討實 所以我不知道你種的 是對一種 但是無關你是不是 這種 還是說像 中國大陸那邊 拿過來的 毛冬瓜這一系列 這些東西 一般來說 它都比我們傳統的 這些冬瓜更公平 冬瓜已經是比較公平 這個 在瓜子裡裡面 但是呢 這是跟 瓜子和瓜子在相比 相對 相對比較公平 這是我們 在這裡要跟好朋友說的 這個 這個 所在 所以你現在就是說 第一就是這個水 水的這個部分 我個人認為 就是說 你如果是比較黏的 這個情形 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要把這個水分 水分的這個部分 啊 第一要先把這個白毒掉 就是說水分的這個部分 你一定要先解割 如果是堵水 一定對這個 這個瓜子裡 這大概 所謂的這個瓜子 可能暗瓜子最耐 暗瓜子最耐水 但是你如果暗瓜子 含甘了要比起來 含甘了 含甘了 還含甘了 一點兒比都沒有 完全沒有糖比 所以這 有時候你說它比較耐水 你聽人家說 啊 這 蚵仔冬瓜比較耐水 你不能叫它 這不要誤解別人的意思 那是說 他和其他的比起來 有一點兒比較耐水 這樣而已 啊 所以這通常是這樣 啊目前就是說 他在這個財皮裡面 大概我們留子曼 留這個母曼 就是說不要去他等身 啊 啊 給他一個這個 啊 給他去托頂 這通常是在這個財皮上 我們會這樣來 會這樣來做 和你本來這個冬瓜 冬瓜 因為那一張有時候老一條 啊這種五花冬瓜不一樣 但是就是說 他一個政法 含 啊 你老不頂 啊不頂出於老 工藝呢 幾乎老三條 最多只有三條 這三條呢 應該就真好 啊 一般就是說 這工藝如果出來 他如果是有 啊 一條過子在那時候 呢 老兩筆 你就要把他當心 哦 如果工藝出來 啊 譬如說你種的時候 他一條不頂 他會老兩條工藝 可以老 但是你如果看到工藝 上面 過 過子排下去了 過過子又把他算上去賣的地方 老兩筆 你就更新 哦 這通常是這樣哦 啊 一張在收齁 大概就是說 有的人會收到四顆 哦 四到六顆哦 這個啊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哦 只是說 他那個還蠻大顆的哦 所以一顆呢 差不多三三公斤 三四公斤 所以老太多了 沒什麼 也沒有很好啦 所以這最主要是這樣哦 啊你現在如果是 想長 變成說你 要讓他 啊 入肥 可能讓他稍微大一下 這樣哦 大概讓他稍微大一下 所以一般我們會用 蠻蠻的這種哦 大概就是偏 淡肥比較高 一點點 讓他稍微 稍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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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他沒有什麼量啦 一般來說是這樣的哦 所以 你要稍微 來給他 補肥的這個部分哦 什麼時候 啊 什麼時候 要來 給他 製造這個 大概哦 那 一般來說 一般來說 我們補肥的時候 就是頭啊 這隻隻 因為你點下去到的 當晚差不多 看天氣 較少七十天 較晚差不多八十天 就有空再採收 所以 這個量呢 啊 差不多是 啊 啊 但是就是說 我們在製造的時候呢 呃 這個 他如果 四片蠻啊 他後 頭上就開始有在拍鴿 這隻 這隻 我們肥就能補了 所以這補肥呢 大概有的人會說 啊 其實你可以補五盒啊 啊 給他一勢一勢 啊 來看看 啊 已經有 因為你 冬瓜啊 冬瓜這類的都是一樣 冬瓜毛冬瓜都差不多齁 如果是 沒有要讓它 燈的稍微 比較 降一勢啦 啊 這倒數 它就比較不善良 你看 燈這樣很短齁 這 它通常很短齁 所以這可能你要稍微注意一下齁 啊 目前我個人是為說 你最大的一個這個問題齁 最大的問題應該是在這個 呃 最大的這個問題應該是在水齁 因為你可能地比較多 齁 比較多 所以 啊 水的部分你要想想辦法 想解決齁 這不能讓他沾到水 因為他沾水 一定是不死啦齁 這不死 因為這比大陸很多這種 櫃子是用毛冬瓜做這個 做這個珍目 有人拿毛冬瓜冬瓜來做接頭 所以你就知道說他應該是比較耐 但是人家是筛算櫃 而且那種毛冬瓜和我們在種 這個蚵仔冬瓜有一點沒什麼一樣 因為我們財布的這種都是選擇比較好吃 大概選出來 都是比較好吃的這個東西 所以 一般來說我們在財布的時候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點 他還是跟那個 簡單來說 就是說對這個 對這個行動也是要注意 不可以這個筋的部分 雖然說他比較耐 但是 所謂比較耐水都是相對比較的 這跟回歸比起來他可能比較耐 跟這個羊香瓜比起來他比較耐 但是呢 他如果含黃瓜比他還是又沒有耐水 所以這個一定要從這個地方去解決 那那漲問題就會解決 另外一個就是說 這個二兩堂的這個問題 你不能看他說 社長因為他影響到他後面的山領 很多人說二兩堂大漲就好了 大漲就好了 是大漲就好了 他現在 啊過期了 但是這對我們 後續的這個 產量的影響 其實是很大的 所以不然來說 我們知道那個時候 你一定要控制好事 不可以 有過度的 這個 病害 他就很容易出現 這種的這個情形 就是說 呃因為我們正常的一個 這個 啊 這種 軌子 差不多在八片葉子的時候 八到十二片 一般來說 他這個毛冬瓜大概 差不多十六片蝦子的時候 他那個缺殼不會很明顯 因為我們 他跟他比較生息的時候 他那個蝦子的缺殼會比較明顯 一般來說 剛開始蝦子會比較生火鍋 還會比較大一點 會比較生 這個死鍋 那種有的缺殼 會比較浅 喔 這是他一個 所以你若是 提早看到他缺殼很明顯 有可能就是表示 他是一個提早老化 就是說他 他以前老化的這個現象 他以前開了 以前開了 啊 沒量 再來就是 比較不會丟 所以你一般來說就是說這個蝦子 尤其像冬瓜這種 這個毛冬瓜這種的這個蝦子 這影響很大 所以這有一點點 因為根部的這個這個管理所應用 還不太好 所以你一定要 為水的一個部分的稍微解割 補一點點肥 啊肥子剛開始在補 量比較多 先漸漸 慢慢讓他 先回復起來 這樣起來呢 他漲才會慢慢慢慢正常 所以這在這裡 給我們好朋友 稍微做一下了解 好 嗯